大家早 週休假期的活動 你好好的安排 因為最主要在昨天 大家已經感覺到中午舒適了 今天跟明天的中午溫度會更暖和 而且中午有點熱 兩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防曬 第二個要補充水分了 我們就來看什麼 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我把未來一週分成四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6日1這三天來說 我們在偏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中午的高溫都可以超過30度 戶外活動記得要補充水分 而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微弱的封面從台灣北方海面通過 北部跟東部地區會飄點雨 中部 南部 天氣晴朗 而到了星期三的時候 弱的東北風進來 只有北部地區略微轉涼 沒有上禮拜的那樣子冷的程度 現在溫度都只有下降個1到2度左右 白天的高溫倒是降的幅度會多一點點 接著週四跟週五冷空氣減弱 氣溫又開始上升 變成日夜溫差明顯 所以要特別注意是這兩天 西部跟外島夜晚霧的狀況 會比較偏濃喔 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雲層 我們先注意喔 從四川到華中到江南 有沒有看到 這條雲帶越來越明顯囉 這裡是一道封面雲帶 就在今天的時候要逐漸的形成了 而這道封面在形成之後呢 還不會往南移動 因為北方的冷高壓系統的強度 仍然偏弱 還沒南下 而在台灣上空因為封面前緣 吹著西南風 這西南風就把南邊南海的 暖濕的水氣帶了上來 第一個 晚上都容易有霧 第二個 中午的溫度都偏高 戶外活動的朋友會要補充水分了 因為這兩天的中午溫度 感受上來說會一天比一天更暖和呢 接著來看到今晚的地面天氣圖了 來 注意 有沒有看到 封面雲帶已經開始出現囉 這一道封面帶是滯留封面 因為北方高壓是偏弱 什麼時候下來 要到禮拜一的時候 開始逐漸往南移動 因為星期天西北有高壓 開始往南走 星期一的時候整個往南推動 封面就開始接近到了華南地區 而星期二的一大早 封面雲帶從台灣北部海面通過 只有北部有雨喔 中南部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這道封面水氣 會在比較高尾度通過 接著就來看看今天出遊去 溫度狀況 外島地區的溫度夜晚仍然比較偏低 一些馬祖金門雲多 當然要注意航班 因為會有霧囉 那澎湖的話天氣晴啦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中午29 中部地區31 南部地區31度 東半部地區倒是有地形降雨 在早晚的時候 小叮叮 兩件事情要提醒 中午熱記得戶外活動多喝水 夜晚有霧 行車方面 注意安全 上次天氣 只要遠足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